嘿各位同學你們好 我們今天要來上第四冊第二課的課文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標題 The truth is about fake news 假新聞的真相 從標題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天要談論的重點就是假新聞 假新聞其實就是用不實的資訊來混淆大眾的新聞 我們就叫假新聞 同學現在網路啦還有一些社群媒體都非常的發達 所以每天各位同學都被很多不一樣的資訊轟炸 你有沒有辦法區分出怎樣的新聞是正確的新聞 怎樣的新聞是不正確的新聞 OK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帶大家看 那這些假新聞背後的真相到底為何 好那這樣我們進入到本課的課文 課文分六段 那我們進入到課文之前 課本這邊有提到一些閱讀的技巧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的閱讀技巧叫scanning 各位scan scan 它本身指的是掃描的意思 好那在閱讀 英文閱讀裡面的掃描到底是什麼 它通常指的是找到文本裡面的關節字 所以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老師我幫你畫紅線 scanning is a strategy that readers use to read quickly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or keywords when they need to answer questions OK 通常所謂的掃描就是當可能文本後面有一些問題要問你 他可能問的是細節的問題 那你要快速的找到問題的答案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掃描的技巧 幫助你找到文本裡面的關鍵字 那通常使用scanning時 我們通常也會搭配另外一個閱讀技巧 就是這邊老師另外畫起來的scheming scheming我們中文會發出掃描 就是快速的讀過去 讓你了解文本的大意 所以通常we scamming for the topic ok we scamming for the topic and scanning for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or keywords 那這兩個閱讀技巧 我們就會在閱讀的時候會混著用 幫助自己快速的了解文本的大意 還有以及一些關鍵字的訊息 好 那有這些基礎了解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課文的部分 那課文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呢 基本上他提到了兩個有關於假新聞的情境 ok two different kinds of situations ok when it comes to fake news and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one 從第一個開始 you have got a message it's a link for a buy one get one free coupon at your favorite coffee shop ok 你收到了一則訊息 message通常指的是訊息 可能是你email收到的訊息 也有可能是你簡訊收到的訊息 那我們一般簡訊收到的訊息 我們前面有時候可能會加上text test messages ok i got a lot of text messages i got a lot of text messages 好 同學呢 可以補充在旁邊 那老師呢 其實已經有 把一些重點的用藍字的部分標上去了 所以同學如果你想要稍微快一點點抄 你可以先寫 但是還是要注意老師在講解的過程 ok 所以那紅色的部分等一下老師就會 比方說我剛才等一下邊講 突然想到的一些想要跟同學分享的 一些相關的訊息呢 我就會用紅色的字標示出來 ok 那幫助同學了解 好 so you have got a message 你收到了一則訊息 It's a link for a buy one get one free coupon at your February coffee shop 那你收到了一則買一送一禮券的連結 ok link 通常指的是網址連結 ok 那是來自於你最喜歡的咖啡廳的這個買一送一的禮券 coupon 通常指的是禮券 通常是有作者扣的啦 然後例如買一送一啦 或者是打八折打五折 這一種我們叫coupon 那另外有一種東西叫voucher 同學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過 例如一百元的7禮券 或者是 新光三月的一百元的禮券 一千元的禮券等等 那這一種基本上 那種一百元或一千元的禮券 它很像現金 因為就是可以購買等值的商品嘛 那這一種我們通常叫做voucher 不會叫做coupon 那voucher其實 中文你可以看到它叫代金券 就是你用錢去買的啦 然後你可能買來送禮啦 送給別人 然後別人 例如你買了一千元的 呃 新光三月的禮券 送給你朋友 當作生日禮物 那你朋友就可以拿到那一千塊去做消費 好通常比較不會有任何的限制 那coupon通常 因為它是優惠券 你可能有些 它會是你需要消費滿五百才能使用這張禮券等等之類的 OK 所以這個在使用上面 名詞的用法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同學可以注意 好那我們繼續把文本看下來 so you happily say you will treat you a buddy and you even share the link with other friends 那當然你收到這連結就覺得太棒了 那你要招待你的朋友嘛對吧 來B-U-D-D-Y buddy 我們通常會翻作好兄弟 好兄弟的那一種 好 所以你很開心說你要招待你的好兄弟 treat somebody 就是招待某某人 這裡的treat同學你可以寫起來 它是動詞 OK招待或是請客的意思 那treat本身也可以當名詞 所以這邊你可以改寫 give somebody a treat 就是招待某某人 so you will treat your buddy that means you are going to give your buddy a treat and then you even share the link with other friends OK你甚至和你其他的朋友分享的這個連結 他們也可以使用這個所謂的買一送一的禮卷 so you order the drinks and show the clerk your coupon only to find its fake 所以你很高興地點了飲料 到了這個咖啡廳點了飲料 然後呢對店員秀出了這個禮卷 來show somebody something 東兄有看到這裡嗎 東兄有看到這裡嗎 show somebody something 像某人秀出什麼東西 像某人秀出什麼東西 對吧 only to find its fake 東兄 東兄 only to 常常會放在句子的後面 來代表事情的轉折 所以這邊他說他點了飲料 然後向店員秀出了那個禮卷 確發現 你看 語氣上面的轉折 所以only to 通常會放在句子的後面 來表達事件的轉折 所以這邊你可以翻作卻發現 OK 卻發現什麼呢 這個link是假的 OK only to find its fake only to find the link is fake 所以這裡的only to如果用比較白話 就是老師這邊寫的 but it is surprising to find the link is fake 所以他點了飲料 然後跟店員秀出了這個苦胖 卻發現它是假的 this kind of fake messages or news usually takes different forms and it may lead to embarrassment or even tragedy 所以這類的假訊息或是假新聞 通常like takes different forms 具有不一樣的形式 這裡的takes同學可以幫我替換這個動詞 叫come and 假的在下面的段落也會出現這個動詞片 那中文你可以翻作具有的意思 OK 所以這種假新聞呢 具有不一樣的形式 而且會導致所謂的embarrassment or tragedy OK 這裡的lead to同學我們來複習一下 有哪些動詞片語呢可以跟lead to做替換 像我們學過的result in 對吧 或者是bring about OK 或者是give rise to 好還有一個同學應該還沒有學到的 他比較難 如果同學想學你也可以先寫起來 叫contribute to OK 所以今天提到這四個再加上lead to 這五個動詞片語呢 常常會在文本裡面交替著使用來代表導致的意思 所以呢 他說這類的假新聞也會導致一些尷尬的局面 甚至會造成所謂的悲劇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來看看